歡迎收看寶島Live Show 各位親朋友 你知道今年最夯的是什麼嗎 就是台灣冰淇淋布 這個開頭讓我好驚喜 謝謝大家 好 首先介紹我們的這個 搭檔主持人王彩樺小姐 嗨 美人姐好 大家好 彩樺 我們現在有個任務 要介紹今年最夯的東西 最夯的行為好了 應該這樣講 行為啊 那就是剛剛美人姐講的 就是 團購冰淇淋布的唱片 就要發唱片了 這快就要說了嗎 我們會開記者會 好不好 先買錯好了 那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 宅經濟的專家 趙靜宇小姐 在我們最遠的地方 謝謝 好 第二位是團購的達人 Amy小姐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她一位是很年輕就很賺錢的 這個是一個購網的總監 劉 欣豪 劉慶 劉慶 好 先生 大家好 一位也是很有愛心的郭世倫 大家好 好 今天茶花姐是台灣冰淇淋對不對 對 麥寧 我最近越來越有男人的味道 所以叫我台灣主演了 叫你發瘋嘛 人姐那個眼神突然怪怪的 主演內瘋 你就直接叫台灣菜瓜布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宅經濟的起飛 網購團購夯到爆 先問一下趙小姐 您對這方面的研究 你可以告訴我們 現在是怎樣 團購風氣是非常非常的順嗎 順到已經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了嗎 那先問各位有沒有團購過嗎 有 有嘛 對啊 你看我們都要舉五票了 我沒有在網路上團購過 但是我經常被指迷要幫人家買東西 對 差不多了 我們大家都一樣嘛 同事大家會口耳相傳嗎 對 我個人認為啦 我個人就是我自己一路工作的過程中 我覺得團購是從辦公室文化而興起的 對 辦公室 對 因為下午你知道嗎 有時候不是說會有事 可能以前太平盛世啦 中間吃了午餐 下午忽然做一餐 就忽然大家就覺得不知道為什麼耶 就會有人說訂個奶茶 訂個什麼炸雞 就突然就來了 以前真的我們在 當記者在報社的時候就會這樣子 那如果這樣講 我有參加團購 長期參加團購 因為我以前在中廣很多年 你知道嗎 有吧 你知道嗎 這是辦公室的文化 人家在團購你不跟人家參加 你很害怕到底 對啊 因為小小東西嘛 只要是中廣 不管各部門 只要有傳到我們節目部來 再問說要買什麼 我根本不問是什麼 我都說我要 所以呢 你知道我那個什麼 什麼奈米殺菌光的什麼電風扇 我買了兩台 因為不同的部門來揪啊 我都買 我也買那個過年的那個燒雞 還有那個原...柚子 柚子 對 團購這樣子 我大概 只要是辦公室有在揪的 我都有參加 你家儲藏室不是堆不下了 對啊 如果這樣的話 不會啊 那個柚子吃進去 我會給它儲淋掉 不然還可以送朋友 像我們也是合腳啊 對 人家跟我們叫我們走 不然說什麼辣椒醬啊 還是什麼芒果乾 蜜餡啊 餅乾啊 或蛋糕啊 什麼泡芙啦 什麼 滴滴滴滴滴滴滴 他跟我們叫我們都買啦 對 那一定要 一定很配合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問一下趙小姐 電視購物 直銷 我們最傳統那個直銷 跟這種團購啊 在未來的這個發展裡面來講 你是怎麼看的 我個人是覺得啦 團購我剛才講就是辦公室 那我覺得可能是 也許文化的不同 因為可能歐美他們都大企業 台灣很多都是中小型企業 那中小型企業 那現在當然也許景氣還不是很好 所以我知道 有的你訂三杯五杯他都送 就是做生意嘛 所以小辦公室 像我們同事人很少 三個便當五個便當他也送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就是說 從這個比較小眾的文化開始的 然後從辦公室而興起的 而且他沒有比較沒有所謂的 金流的問題 就是說都是複線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很多人我知道就是變成說 我常常在自己的樹裡寫說 他變成三百六十一 第三百六十一行 像我們Amy小姐 就變成一個達人了 但是我在想利潤不多啦 因為本來所謂的團購就是 在省錢的這個前提之下 因為你大家一起買東西 就是怎麼樣 利益量自駕 價錢就會怎麼壓低嘛 那這樣情況下的話 怎麼樣你自己也想買 別人也剛好也想 錢就可以怎麼樣 省一點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然後怎麼樣 又沒有金流的問題 所以就會很多應命而生 大家可以在這個團購的過程中 交朋友省錢 那當然就是說另外一個 我們就說剛才美容 特別知道直銷啦 或是說什麼電視購物啦 或是說可能網購啦 那這個問題比較複雜的是 它有一些金流的問題 因為你比如說網路購物 比如說你用信用卡 像我自己就真的碰到說 我的卡片外流 就在前幾天 被信用卡支付耶 還好說三更半夜說 某一個知名網站說 來一筆訂單 還好他說欸 這個怪怪的就幫我自己支付了 就沒有清款成功 我說好價錢 我說還是全台灣最知名的網站 不要講哪一家啦 當然啦 我覺得不能否認是 就是網購它在花樣上 它的項目可以多到千萬件 那當然團購就是說 你能夠做到這麼大 也許可以請教一下 請豪利歐 就它還可以做到 多到兩千萬件嗎 做到這麼多件嗎 所以我想這次沒辦法網購 或是說團購沒辦法比的啦 我為什麼講說它跟直銷 它會不會打到直銷 因為直銷通常就是 我們要去陌生拜訪 對不對 對 熟人都賣完了嘛 對不對 對 熟人都賣 對嘛 要去陌生拜訪 可是以前那個陌生拜訪很困難 可是現在透過網路的話 陌生拜訪變成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你把你的心情 你的使用心得講出來 就會有人來跟你touch 對不對 對 那我想問一下Leo 你當時怎麼會想要成立這種 可以團購的網站 一開始就像趙小姐說的 就是我一開始都是在辦公室團購 那後來就發現 其實我很多想買的東西 在辦公室 是找不到同事一起買的 那我就上網 你當時想買什麼 找不到人團購 其實就 因為自己比較愛吃 其實都是吃的為主 那有時候 因為那時候在公司是男生比較多 那男生可能比較不愛吃這樣子 那我就說 上BTS啊 男生不是不愛吃 男生愛偷吃 有不同的吃法 對 然後就是 就覺得 網路上有這個需求 而且網路上越來越發達 應該是可以在網路上建立一個平台 讓有相同需求的人 可以去買東西 OK 好 那問一下郭世倫 是 你藝人當得好好的 你去做什麼團購 沒有 你怎麼會去做團購 還團購蔬菜 你怎麼開始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本身就喜歡遊山玩水 那我那時候 我團購的農產品相當多 我有團購過三星蔥 因為我常常去宜蘭 然後我有團購過那個蔥餅 因為基本上在那個地方 就是農產品非常多 然後我有一次是 正好跟朋友開車 經過一個 就是看到很多年輕人 大概四五個吧 就在那邊種田 那我覺得很奇怪 大部分在那邊 都是老人家在種田 那我們就停下來 就問那個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 其實他們就是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理想 他們有些是工程師啊 有些是高階主管 然後他們就放棄了那個 他們想要做田園的生活 那那個時候團購的那個 效應還沒有那麼大 風氣還沒有那麼深 所以你就在你自己的 我就當場吃 吃了以後請朋友拍照 然後我們大概四五個朋友 就以而傳而 把我們吃了心得 什麼以而傳而 不是 口耳相傳 慶竹難傳 好不好 以而傳而是在傳什麼 傳出好的東西 就是口耳相傳 就是把我們吃了心得啊 然後就寫在我們的部落格 或者是那個Facebook上面 然後揪團 揪團 就很多人的回應就說 真的那麼好吃嗎 那你要去載過來 還是請他們運到一個地方 對 他們基本上呢 以前沒有宅配那麼發達 他們就會送到一個 送到比如說送到我的家 然後就所有的朋友 就到我家去分貨 就是比如說我就訂的 可能五箱 五箱的三星蔥 那所有的人都到你家啊 對啊 那都去過你家啦 當然都是好朋友啊 都是好朋友 都是好朋友 我以為不熟的也可以 不行 就是彼此的好朋友 不熟的要到電器行玩 Amy對不對 電器好 心意就會變好